本橋大園擺空蕩蕩 28号紧急闭馆 新北市府证实有员工确诊 因此联盟进行大清修 并且要求全管1500多名的员工 必须要快筛 有员工强调做好自身防疫 才是上上策 但这已经是板桥大圆摆 第二次有柜姐确诊 一楼的美中柜姐 28号自行前往筛检站筛检 PCR阳性CT值31 已经叫不去传染力 即便如此 民众还是相当担心 蛮长的这边消费 后来就发现它一次 然后这又第二次 因为这这样一次的时候 就不是要消来这里了 觉得说它到底是哪边 出了什么问题 因为刚好这个地方是 就是有高铁又有捷运 然后这边交通网络还蛮发达 你这边有小姐染疫的话 我们住在附近的人会觉得说 连带了一些人 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被染疫 所以可能这一阵子都不会想要 就是在大圆摆附近走 民众担心必非没道理 因为板桥大圆摆距离板桥火车站 只有200公尺距离 板桥车站不仅是三铁共购 也有连通道可以直通大圆摆 优心传播链扩散 市府要求必须所有员工 确定筛解没问题才能复业 公司所掌握的是属于员工的部分 至于说临时人力还没有办法完全掌握 那为了防疫审慎起见 大圆摆在今天还是暂时无法营业 不止板桥大圆摆两度传出有确诊 北市之民深夜里的法国手工甜点店 28号晚间再度停业清销 因为有确诊者足迹到店里 让劳盘苦叹这已经是两周以来的第二次 笑说重乐透威力彩都没有这么好运 即便维持二级警戒 自我防疫还是不能松懈 下期再见